这是最令人敬佩的战术奇招 上世纪70年代 苏联对我国做出了震惊世界的核威胁 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不仅丝毫没慌 还用了一招换家战术令对方描耸 那么中苏关系究竟因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当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极为融洽 这位社会主义老大哥给我国提供了大量援助 然而随着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 苏联公然提出要在我国领海建立联合舰队 对于这一无理的要求 毛主席直接表示了拒绝 赫鲁晓夫气愤不已 于是将苏联对中国的所有援助全部撤回了苏联 中苏关系就此破裂 自1964年开始 苏联开始向中苏边境增兵 并接连做出了挑衅行为 我国人无可忍 于是1969年珍宝岛战役爆发 苏联在这场战役中损失惨重 恼羞成怒下竟准备对我国使用核威胁 那么这一消息如何被我国得知的呢 这是毛主席最英明大胆的一个决策 苏联决定对我国动用核武器 怎料计划尚未实施 就被美国将消息泄露了出去 美国想在中苏关系上拉仇恨 两败俱伤坐收渔翁之力 可灵美苏两国没有想到的是 面对苏联的核武器威胁 毛主席紧用了一招幻家战术便巧破鱼 所谓的幻家战术便是如果苏联发动核战争 届时我国驻扎在中苏边境的军队会立刻突破防线进入苏联 我军最擅长游击战 到时亿万百姓将奔向苏联安营扎摘 同时如果苏联动用核武器 那么我国也同时会向美军基地发射核武器 美国得知后立即也开始实施压力 制止苏联的疯狂举动 伯列日涅夫得知之后暴怒不已 但也无可奈何 最终放弃了核武计划 这次震动全球的核威胁 就这样被毛主席巧妙化解 而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做了脱底方案 那么究竟是什么方案呢 这一场万无一失的脱底计划 面对苏联的核武器威胁 为人用一招万家战术 直接下着苏联放弃了核武计划 同时毛主席考虑到无数百姓的安危 还提出了一个万全的防御方针 可以说做出了两手准备 这一弊计划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其中深挖洞便是修筑地下防御工事 与此同时战争的爆发 粮食储备必不可少 而不称霸则是中国绝对不搞霸权主义 一切以人民为主 只要苏联不发动核战争 中国就会按兵不动 政策发布后 全国人民也开始进行筹备 接着毛主席也进行了我国原子弹试报 在我国进行了两颗核弹试验爆炸后 苏联也有些紧张 加上换家战术 苏联最终决定重启 与我国的边界问题进行了谈判 1969年10月20日 双方代表团在北京会面 这次核威胁事件才终于告一段落 不得不感叹伟人的智慧与魄力